朋友好啊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4号 星期五 继续和大家分享 国事 我们昨天说 说这个杨成武的 倒掉的原因 就是杨玉富事件 之所以发生 这个原因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真的就如正史所说 林彪江青反党集团 昨天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各种说法 林逗逗把他爸 摘得一干二净 一点不知道 事前事中事后 都一无所知 中委说什么呢 中委说了 这么一个 那么一段话 让勾起了我们的另外一种 一种判断 和认识 就是林彪 喜欢搞圈子 然后呢 对圈子里的人 互读 而杨成武 尽管是正宗的这个双一 但是相对于 黄武 李秋 死因他地 就跟进林彪 杨成武 有更多的政治抱负 应该说 杨成武应该比黄武李秋 有更大的政治抱负 又历史性的 这身材鬼使的 在杨成武的代理总参长期间 就把他放到了那样的一个复杂的那种中央政治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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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口浪尖 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政治位置 所以呢 一杨成武的始终没有进了林彪的那个四人的小圈子 第二呢 就很多时候 杨成武 很多事情是 身不由己 杨成武是中文解放军中一个出里巴翠的军政双幽的人 但是 这不等于说 曾经做过多少年政委的杨成武 在建国之后 尤其是在文化大命那样的 特殊的历史时期 他也一样能把中央政治搞得那么的 啊 顺风顺水 恰恰 不是 杨成武的政治功务 政治功力 你如果在军口 在这个这个这个 总部一级 杨成武应该说是绝对的教教者 但是他真是 他的这点政治的这种功力 修炼的火候 把他放置在了中央政治里面 那杨成武可能就 这太不成熟了 是啊 就像这个 杨成武倒了之后 啊 这个当初跟他官业特别好 啊 中共军中不倒攻的许和尚 许世友 许世友怎么评价杨成武的倒调 许世友有许世友说杨成武是军机大臣 他就说杨成武陪着毛主席 这这难寻是不是 然后作为毛主席和中央之间的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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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这样一个出口 所以许世友说杨成武是军机大臣 他说杨成武是军机大臣干的是军机大臣的活 但是你嘴巴不严 你乱说话 你迟早你就遭殃了 你看河南新县这军民出身的 这许世友 看杨成武这个事 看的就比他妈的大学毕业生都明白 他说杨成武是干的军机大臣的活 但是你嘴又不严 你遭殃迟早的事 谁也得乱说话 这是杨成武导到的另外一种说法 那么其实呢 你无论是凌种说法 除了他爸爸 林豆豆把他爸爸摘干净 林豆豆的说法之外 其他任何的说法 你包括观光证实 你包括坊间 很多很多的 包括许和人的说法 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根本不是林豆豆说的那样子 林彪和杨成武的倒掉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甚至说的白点的话 杨成武就是林彪给打倒的 那我们就要问了 双一出身 杨成武甚至到了那种耳听面命的那种细心栽培尽力扶持 就是到了曾经是那样的关系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达到杨成武呢 出了什么事 林彪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和判断 最后呢 最后呢 把这杨成武自己一手拉扯起来 教他当市长的杨成武给弄倒 我比较赞成一种说法 那就是 在林彪看来 尤其是到了文化大命 66年67年的时候 林彪都已经认定这个杨成武 已经是离经叛道不忠于的林彪了 而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几件事之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 说这个当年 我们我们 说陆定一的时候 我们都说陆定一的老婆杨卫兵 是怎么样的 滋滋不转的给林家写的鸣信 是不是 这什么样的 整个就一变态 颜卫兵在写一名信里头 就曾经提到过一件事 说叶群是假党员 说叶群压根就 我们不是那天入党 叶群的欺骗组织 叶群怎么就知道 说叶群是假党员 你那个年代 要说谁是假党员 那你说这个事情 简直就是太大了 是不是 你尤其是叶群的时候 老公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六五年的时候 六四年 人大开完之后 然后还国防部长 主持军委上工作 他老婆 还是林办的主任 叶群竟然是假党员 那还了得 所以这个事弄的 好像说 把林彪两口子 弄得上来就比较 比较被动 也颇有些慌乱 这个事情怎么得了 你赶紧得辟谣 不然他们就 这传开还了得 就这么着 说林彪 就找到了杨成武 跟杨成武说 说你是总参部长啊 你还是总参的党委书记 叶群那时候关系 是放在总参的 叶群大校 工作关系是在总参 说到你是总参部长还是党委书记 你又是军委办公厅的主任 你还是军委副民修长 军委常委 什么一串 你给叶群写个证明 你证明一下说这个叶群不是家当人 叶群确实是 答案上 确实答案上记载的 那个入党的年份 他是真党员 你要证明这都有说服力 说服力 这杨成武就不知道 这么精明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八面玲珑可以说 就这么一个人 情商极高几十年的历史上 就在这个问题上 忽然不怎么就变得迟钝 杨成武竟然就 就跟林彪说声 说你看我 是不是啊 这个 你跟叶群结婚的时候 我在这啥气呢 你们在压安我没见过 后来你们去了东北 我也没见过 见了国 刚建国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跟林总没法攀比 没法高攀比林总 在林总那时候养病 也不见我们 杨成武说 我第一次见你们家 业主任业群 那是1960年 建国11年之后 你说这样 杨成武才第一次见到 这这这 林总的夫人 说你说我60年才 建的建政业区 你怎么让我证明 他1936年就入党了 哈哈哈哈 这杨成武不怎么就说了实话 你说这种实话 你说在这样的场合 和这样的关系面前 你这话说的 是不是有点 不像杨成武说的 是不是 杨成武这么说 意思其实挺明确 什么意思 事实上就是很委婉的拒绝 这个事 还有林总 你让我证明他这个事 你说我就不方便 算了吧 你 我们林总是什么人 明察秋毫啊 是不是啊 你别人看的是 说谈不上什么大事 是不是啊 这杨成武不能证明 他是假短员 是真短员的话 林彪那个地位找谁 不能证明啊 是不是啊 看来不大 但是林彪把这事 看的就挺大 林彪说 林彪曾经说一句话 林彪说 从一个人身上的一滴血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全身 什么意思 啊 啊 啊 见为之助 一夜之秋 一件小事 你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人品 和他对我的态度 能够看出他与我的关系 就这意思 所以从这件事 林彪似乎就看了 杨成武跟我不一条心呢 啊 就这么个事 你大嫂 就这么个事你都不帮 是不是啊 还搞得冠冕堂皇 所以 有人说 有人说这个杨成武这件事 办的挺蠢 让林彪 就得罪了 就得罪了林彪 让林彪在自己的条子里拉了一条 给杨成武 寄了一个仗 寄了一笔仗 这是很可能的 那是六十年代的事 然后呢 你想 就是为什么说很可能 就是我们在这之后 我们还会说 实帅实说 我们不也说到林彪了吗 我们马上要说到这个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叶群到五十年六十年代的时候 叶群在林彪那儿那就是天 你看他骂着骂着 批评了批评了 但是那叶群 把林彪就彻底都给控制 所以别人看来说 这老婆则办不成办不成 老公没必要发大批评 在林彪是不一样 因为什么 因为叶群是他生活和生命中的主宰 杨成武 这个面子给我 这是一件事 说还有件什么事呢 说这个二元立流之后 六七年二月份 二月 所有的二元立流 军中几个老帅 然后挨着批评 然后呢林彪呢 说曾经明确的告诉杨成武 说有一些个文件 就不要给叶建英啊 什么这几个老帅送了 那你要是共产党 那个那个 那个说这个政治待遇 这个东西就轻易表一下 一个人要是落配了 一个人要犯错误了 一个人要是 放上那个秋后展 这个秋后展了 判了 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 就是不给他看文件了 就是哪个级别 都有哪个级别的这个文件 阅览的这个权限 这个谁 叶建英这些老帅们 那时候对军中的 哪有什么 他们可以不看的 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但是 二月内流 毛主席发了雷霆之怒之后 这林彪 就告诉杨成武 说叶建英啊 什么这几个老帅 徐向前内容真 几个老帅什么 有些材料别给他送 但是 杨成武 当然他不是 做自作主张了 杨成武就很为难 怎么办呢 按理来说应该送 但林彪说不送 或者叶群打电话 不让他送 那我到底送不送 没主意的 他去找周恩兰 就周恩兰怎么 周恩兰说该送还送 周恩兰有点深情 因为送他也不是他送 是不是 你送对了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送错了 你杨成武吃火烙 跟我周恩兰也没有关系 周恩兰说你该送送吧 周恩兰说你该送送吧 就这么的 这杨成武就是 就就就就跟总参交代了 林总 这个谁 这个这个 这个叶帅 刘帅 徐帅 什么文件该送送 但这个事 不让他送的是林彪啊 林彪在这件事 似乎又看到 这个杨成武身上的一滴血 通过杨成武身身一滴血 又看到了整个杨成武的全身 哈哈哈哈 是吧 最重要的 或者说非常对林彪构成的 非常最大刺激的事 是什么事 就是196 这个谁 就是这个毛主席当年 唱 就叫视察大江南北 1967年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 你毛主席以前的时候 要是来一群或什么 你不知道五十年代 都是说天他现在 罗长子顶着 就罗瑞卿顶着 陪着他走 那如果心里倒掉了 杨成武带总 带总长了 那67年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南巡的时候 就很自然 就点了杨成武 让杨成武 作为陪同 但是 同时呢 又又于这个 王大明当时 全国的时候 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那么毛主席呢 又赋予杨成武 另外一个职责 说我南巡 我这个离开北京了 北京都交给总理了 啊 周恩来在北京做这 说那就这样 说成武 你就做我跟周恩来 直接的联络员吧 就是我这边有什么事 哎 你就转达给周恩来 周恩来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报告给我 就得了 就这个联络员 这个杨成武 可把杨成武也害苦了 就是在这个期间 杨成武就卷入了 最高层 也是最复杂的 这个政治漩涡 这个是政治漩涡 你把杨成武弄到了 中央政治这个层面里头来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杨成武甚至直接听到了 毛主席表达的 对林彪的不满 你说眼不见 西木凡 杨成武直接听到了 毛主席 大达的对林彪的不满 他想不听都不行 说这个视察的过程中 难行的过程中 毛主席有一天忽然间 跟杨成武那俩人聊天 毛主席就说 毛主席就说 不好意思啊 就是毛主席跟杨成武聊天的时候 然后就毛主席就知道了这么件事 说林彪呢 给清华大学 提词了 林彪给清华大学提词内容就是什么呢 叫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作数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就提了这么一句话 啊 龙飞风舞 大家都想林彪 这就出了四个伟大 就这么出来了 那么 毛主席 就顺口就跟坐在旁边的杨成武 当着杨成武的面就说了 说谁封我四个官 我不要这四个官 是不是啊 什么四个伟大呀 我不要 这一句话 针对自己 第二 他针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当时全国人民都喊的那个 那那两段事 第一 住毛主席万岁无疆 然后第二 住林彪主席身体健康 不是啊 毛主席接着就说说什么永远健康 永远健康 哪有不死的人呢 啊 哎 这后一句话 这说因为永远健康 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 就专属人就是林彪啊 那个时候 毛主席万事无疆 林彪主席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 所以杨成武一听就知道 毛主席这是 对林彪不满意啊 这是 是不是啊 嗯 而毛主席跟杨成武 说的这番话 其实毛主席不是唯一的一次跟杨成武说 而是毛主席可能在很多场合 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都类似的意思说过 或者在这后面也说过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传到了林彪那 这林彪就觉得他有点热锅上的麻衣 说毛主席就不满意了 还怎么着啊 所以他就急于想知道这中间的内情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在哪跟神医这么说呢 当时表情怎么样 态度怎么样 啊等等啊 就这意思 所以后来毛主席结束了这个视察大江南北 回到北京以后 杨成武不也回了 然后林彪就让杨成武到那边去 就单刀直入问杨成武 说主席讲过我什么没有 他没说他知道了 他听说了 毛主席跟他说的话 林彪才不会那么做事情 他把杨成武叫说 你陪主席走这一路 毛主席说过一些个 关于我的事没有 毛主席讲不讲过我呀 杨成武正常来说 如果杨成武是黄武里秋中间任何一个人的话 肯定都在这之前 都不用等林彪 问他 可能在陪主席南巡的路上 什么时候主席休息了 说让这个人就 找一电报 或者拿一电话 就跟北京把这气就得通了 因为他说终于的是林彪 杨成武就没这么做 但是林彪其实知道这件事 然后就故意这么问杨成武 毛主席讲不讲过我什么 杨成武当时就完 直接了当的回答了林彪说没讲什么 你说这杨林彪听杨成武这么说 心里是为歌的 我他妈都听了多少人跟我说了 传话的呢 你天天陪着毛主席 你竟然说没讲什么 你什么意思 但是杨成武跟林彪说 说毛主席没讲你什么东西 但是杨成武回到北京之后 在总参的一次会上 他竟然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 不按照惯例 说祝毛主席外出乌江 然后祝林友主席胜利健康 永远健康 林彪就不喊 这个杨成武就不喊 祝福林彪的这个口号 这把台下庭毛号的 总参工作人员的叶群 就就就就就 就给惹火了 说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 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 杨成武在休息室里面 这气急败坏 这个叶群就杀讲进去 说当众对杨成武就吼了 开吼 说这个杨戴总长 你不喊林友主席医院健康 没有关系 林总很健康 林总还是健康的 林彪同志内脏没有病 哈哈哈哈 大警告中之下 就跟杨成武就这么喊 你不喊没关系 不喊没关系 你不喊林彪也是健康的 他内脏都好好的 什么毛没有 没有胆结石 也没有肾结石 也没有什么干肃水 也没有肺结结 也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内脏好好的 叶群的这个表现 事实上其实是 其实是已经把林彪和龙龙环之间的这种 关系 已经有着大白于天下了 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你更何况林彪在总参的这次会上 不喊林彪医院健康之前 就是他从陪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 他关于毛主席说林彪的这些个话 对林彪提出的一些个话的不满 所有这些东西 他们一跟林彪说 林彪问他说什么 他说没说什么 结果他跟聂荣珍 跟叶剑英他们都汇报 他跟几个老帅都传达了毛主席 这这这这关于林彪的这些个话 那你说 林彪还能容你了吗 你更何况 杨成武还有的事 坐着比这些个东西 比这几件事 还让林彪 这个 是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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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继续 谢谢大家